怎样做决策最有效 凭感觉还是优缺点列表 No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我读商的时候 学到的一种具好用的管理决策的方法 决策矩正 学到了之后我经常用 像我兴趣爱好特别多 经常不知道把时间放在哪里 或者有时候纠结钱怎么花呀 要去哪里生活呀 都是用的这个方法 无论还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去插头用的事 首先第一步就是列出一个表格 我们在左边的列表上写出我们所有的选项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今天和大家做一个假设的花销决策 那肯定是比较贵的东西才会花这么多时间纠结是吧 我们今天的选项呢 就有BOSS的无线耳机 升级到苹果手表期 和回购赫莲娜的贵妇护肤品 第二步呢就是写出评判项 比如对我来说 这一次的决策呢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需要程度 第二对生活的提升 第三对工作的提升 第四价格 第五开心 毕竟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给我们的评判项打分 一般我会打1到5 这样是比较方便计算的 如果想要更细节一点的话 可以打1到10 那我个人想要无线耳机呢 是方便我使用电脑的时候 可以随意的走动 但其实现在呢 我也有一双有线的 所以不是特别需要 可以打3分 苹果手表确实升级后 屏幕变得更大 看起来非常心动 但是需要的功能呢 现在6也有 所以需要呢我打1分 最近老是睡不好 可能因为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事情比较多 皮肤一直泛红 也比较脆弱 所以一直在用绿宝瓶 Pro精华来稳定我的肌肤状态 这次也打算继续回购 肌肤脆弱的根源在于屏障 里面的稀有成分 海茴香 预伤组织提取物 能够重塑肌肤屏障 乳液滋地 清凝不粘腻 可以快速渗透 帮助肌肤屏障 修复到健康的状态 提升肌肤屏障 再生能力和代谢能力 特别适合肝敏肌脆弱肌的修复精华 还有与其搭配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作为赫莲娜家最有名的产品 还有业界高浓度 30%的玻色衣 还有甘草酸和玻尿酸 肌肤修养 修护 抗老 全面客户 我个人对强功效的面霜 非常的有好感 那些只能保湿的面霜 对我来说已经有一点点的不够用了 黑绷带我使用下来 切切实实能体验到它的 修复与抗老两大功能 使用了一段时间后 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变得更加紧致 我嘴巴这里的皱纹也变得肉眼可见 淡了一些 因此打5分 对生活的提升耳机是1分 因为平时我会尽量少戴耳机 手表是5分 因为它对我的自律和生活帮助真的非常非常大 特莲娜的护肤我可以打3分 因为黑绷带里有个绷带科技 所以它的质地是很独特绵密的 秋冬使用真的润而不由 早上起床后脸是哑光柔焦的 价格打分的时候 记得是价格越低分数越高 因为性价比才是优胜嘛 耳机的价格在本次的对比中 还算比较适中 可以打3分 因为我想要试一下蜂窝板 所以智能手表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我就给它打2分吧 赫雷娜平时也是有一点点小贵的 但是这一次双11的活动 绝对值得期待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其实最划算的不是在双11的当天 而是在10月20号的晚上8点钟 全能最大力度的双11offer 记得提前去加购啊 另外预售的第一天有很多的限量加正 给它打4分 开心的程度而言 耳机带给我的快乐是3分 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智能手表我还是可以给5分的 基本上除了睡觉我都在用 大典的屏幕看着也很开心 赫莲娜涂涂在脸上的质地非常舒服 晚上开暖气的时候也不用担心皮肤干燥 所以给它打4分 那如果我们想做决定的话呢 现在这个时候只需要把所有的小分 都给它加起来就行了 一般小的决策呢这样都能够顺利的完成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就偏向于回购 赫莲娜的护肤品了 但与此同时呢 大家可以看到耳机和手表的分数是持平的 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一点点不对呢 好像在这个表格里 需要的程度和开心变得一样重要了 所以遇到了比较难一点 复杂一点的决策 或者有持平的状态之下呢 还有一个绝招 增加权重 就是说每一个评判标准对你来说是有多重要的 同样会给它打1到5分 那在这个权重决策的表格下呢 我觉得需要是最重要的 所以给它5分 生活2 工作4 价格3 在计算的时候呢 把评判项的得分乘以权重 然后把每一个分数相加 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排序发生了变化 因为不再是每一个评判项都平等了 需要和对工作有帮助变得更加重要了 纯粹开心这一点呢又没有那么重要 有了权重就能更加明显看到 不同选项之间的得分差异 在普通的工作环境里 这种矩阵呢 不应该含有非常主观的一些选项 但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人生 完全脱离我的感性和感受 所以我也会经常把开心喜欢加进我的考虑 也算是理想加感性 完全的融进了这个决策里面 那大家接下来有什么重要的决定呢 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里和我分享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